除了有讲量化介绍法律和教育知识之外 东森还有热门新闻评论节目 明目张胆 这星期将会由新闻评论家张修杰来深入探讨 非法移民撞死华人公民 最后竟然只判决要做四年的牢 如此不公平的判决结果 一个小家庭 现在变成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 没将军做到现在就没有 一年多前将幸福的小家庭整个摧毁 而这悲剧的源头竟是一位非法移民 想留在美国而蓄意撞死人 更让人气愤的是 判决结果出炉只要被关四年 这让何陶市市长秦正国无法接受 说他是从中东来的人 那么可能是因为他的签证的问题 马上就要被递解出境 或者说他不能在美国拘留 他想在美国拘留的话 他准备犯个案件 探究南加州华人为何被歧视 邻近的西科文那市市议员吴同怀 直指问题核心 是华人社区不团结 没有自己的华人协会 更不懂得投票很重要 这个一百两百个人到那个法院前面去抗议 到警察局前面拿牌子说 那个Chinese life is life OK 那个华人生命也是生命 你想想看 他们听不听 绝对听的 因为在美国是这样的 谁的声音大 对 谁就有权力 带领美国华人 学习如何追求美国是民主 避免被歧视 明目张胆张修杰开奖 3月24日超市晚间9点半播出 新闻台晚间10点25分首播 敬请观众锁定 都是新闻为宽 叶永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